前一陣子7月2號的時候 你知道普丁當時打個電話給莫迪 他們兩個講了好幾個小時的這個電話 他們講小時怎麼樣你知道 普丁說我可能10月份要去訪問印度 而且訪問印度之後 接下來他就說我印度可能中國大陸 印度跟俄羅斯會達成一個類似同盟的這個關係 那為什麼他們要達成同盟關係 他們都說了 因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就是他們對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都相當有為詞 兩個都不喜歡一帶一路 你看最近的時候 你看中國大陸在6月辦理一個一帶一路的這個高級會議 他們視頻會議裡面來說 這一次的俄羅斯的這個外長他沒有參加 他沒有參加 他就發一個書面的這個賀子阿祖這一次的大會成功 他沒有參加 為什麼他沒有參加 因為一帶一路對俄羅斯造成了非常大的壓力 你知道一帶一路來中亞之後 這個所謂路上的思路 最重要就是經過中亞這些國家 中亞這些國家像塔吉克 這個這些國家 烏茲別克 這些還有哈薩克 這個中亞五國 保姊過去都可是我俄羅斯 蘇聯的這個掌中肉 就現在很多都你現在 你已經親門打 我跟你講 其中有一個叫塔吉克 塔吉克為什麼俄羅斯會跟他翻臉 俄羅斯會跟中華翻臉 因為塔吉克現在俄羅斯賀然發現 解放軍在裡面已經有軍事基地 他在裡面練兵已經有三年的時間 你在這個地方 萬一你現在出租了前進的時候 這個地方是二子 你看歐二這個 蘇聯就在這個 安全邊境 安全邊境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真的完全都變成你的這個 所謂掌中肉的時候 我俄羅斯我蘇聯 這個國境都被曝露在你之下 所以對我來講 怎麼有可能接受啊 他根本就是歐洲的波蘭嘛 對啊所以他這個 這個中亞這些地方都到的時候 其實莫斯科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對蘇聯來講 你染指中亞 對我來講我沒辦法接受 但是偏偏保潔知道 中國大在一帶一路裡面 中亞投資的金額是相當相當龐大 所以俄羅斯跟中國大是不可能會交好 所以中亞問題絕對是不可能 之前俄羅斯經濟有問題 他被全世界制裁 我需要賣石油 我需要他那樣的資金 所以當時我跟你中國交好 現在我這些經濟的壓力減晚之後 我就翻臉了 翻臉了 中亞這些地方不可 不可能落入你的這個掌握之中嘛 好那印度為什麼印度也是一帶一路 我們就講海上之路那條 所謂珍珠鏈目標是誰 就是印度嘛 所以他們現在其實兩個國家 某種程度來說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就是反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嘛